结束了海上扫雷舰艇的探访之后 万里海江型设置组将前往东府山岛 进行本季第四站的探访 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 住宿在小小的海岛之上 雷达官员们是如何做到守卫万里海江的 东福山岛位于舟山群岛东部 如果把我国东部海岸线看成一面盾牌 东福山岛就是盾牌的最前沿 扼守着上海宁波的海上通道 因此东福山岛也被誉为东海第一哨 我们也为雷达官员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就是我手里的这份眼药水 至于为什么是眼药水 我们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一首战时第二故乡 传唱大江南北 让东福山岛进入了大众事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雾满山飘 还手里绕海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怀着一丝好奇和敬仰 军事纪实记者登上了东福山岛 您好 您好 我是军事纪实的记者蔡秀东 您好 我是东福山岛钓导员赵冰林 钓导员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东福山岛 好 谢谢 我们来的时候 为我们首岛官兵带了一份礼物 好 谢谢您 那么客气 杨幼石 对 杨幼石是我们站里 消耗比较大的一个物品 风比较大 你要不然我们先上车吧 好 教导员 咱这儿的风一直这么大吗 对 东福山岛被誉为 风的故乡 雨的温床 风常年都是这么大 今天还算好 今天这还算好 对 到上面的话 风应该会小一点 好 车 好 来 谢谢 在记者的预想中 一棵树都不长的东福山岛 应该是人际罕至的 但眼前的景象 却是绿树成荫 游客不断 人际罕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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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员 看咱这儿的民宿不少 对 这边民宿很多 全岛差不多有五六十家吧 这边现在旅游业还是比较清省的 主要是2014年 那个后悔无期点播出以后 然后好多游客就到这边来旅游啊 然后之前 14年之前的话 本岛居民都搬出去了 1415年之后的话 他们都陆续搬回来 然后把自己的房子改建成民宿 或者酒店 现在这边的话 淡季周末平均的话 也能一天有200个游客左右 忘记的话可能达到六七百 优优独播 meant 最后是花来的 最后要吃了 1met独播 八 Allah 1轮延 4